Wi-Fi超天台的资讯 在这个APP里面都会有 多位轮椅族透过行动剧 示范最新研发完成的 友善台北好捷运APP 哪个捷运站出口有电梯 哪里有无障碍餐厅 所有资讯都能一目了然 把这个APP来介绍给 所有的脊椎损伤者 也让他们能够把这个 在台北的实际的经验体验 能够带回到他们的所属的县市 然后改善他们各县市的 这个无障碍环境 为了创造友善无障碍空间 北市府结合产 官 学 民 资源 共同开发这款APP 由伸脏者亲自走访各个捷运站 实际体验服务 立委杨育勋使用后 也觉得里面的资讯 相当贴近使用者的需求 我们坐轮椅的人搭捷运 捷运是很方便 但是真的很焦虑在哪里呢 找不到电梯 这些资讯其实对障碍者的 这个心情而且社会参与 是很大的方便 他不会害怕 他不会焦虑 他知道有一个东西 会一直指引着他 台北好捷运的 这个APP的开发成功 我们看到说一个新的模式 也就是说呢 我们让民众来走在前端 民众其实最知道自己的需求 北市府也欢迎全台伸脏人士 能多多使用这款APP 参加5月2号 在台北举办的 脊髓损伤全运会 体验友善无碍的交通环境 记者邮箱厅采访报道